今天带你们看一下路虎的缆胜sva 要动点程版啊 这个版本售价是258万啊 这版本有一个什么优点呢 这版本就是 它搭载的发动机是5.0pv8啊 然后这个 最大马力是560匹啊 然后565匹 对 然后整个车 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叫英国赛车绿 然后你可以摸上去 就摸上去之后 它这个手感非常丝滑啊 啊 非常丝滑 非常舒服 然后同时这个车 它也有这个钻石切割的这个22寸的轮毂 然后同时它有这个什么 专属的打孔的这种针皮 然后什么各种东西都只有配置啊 这车该配的都配了 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 就是这款车它是一个标准版本 可以看到这里是没有l的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长轴版本 是有l的啊 这是区别 然后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里面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地方就是车玻璃呢 就是挡霸那个地方是那个 碳纤维啊 碳纤维 然后后面呢 后面这里又拥有这个木纹的装饰啊 是石木啊 所以整个车奢华程度是非常的奢华 然后包括它还配备了这个Brand Mode的大刘卡钱 然后整个这种配置看上去都非常的奢华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喜欢它的是 5.0T的V8的这种版这个感觉啊 V8的发动机真的 因为明年据说明年这个车就要换成 呃 宝马的那台4.4tm power的发动机了 就不是这个5.0t的发动机了 所以说大排量且埋且真希吧 4.0T 5.5